詞曲 李宗盛 啟示錄 第一章 念重的 聽見的 遵守的有福了 詞曲 李宗盛 耶穌基督的啟示 就是神賜給他 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的眾伯仁 他就差顯示者 曉譽他的伯仁約翰 約翰便將神的道 和耶穌基督的見證 凡自己所看見的 都證明出來 念這書上預言的 和那些聽見 由遵守其中所記載的 都是有福的 因為日期近了 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 但願從那色在今在 以後永在的神 和他寶座前的七靈 定那誠實作見證的 從死裡首先復活 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 有因為平安歸於你們 他愛我們 用自己的血 使我們脫離罪惡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 作他父神的祭司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 直到永永遠遠 阿門 論主降臨的情形 看啦 他駕魂降臨 眾目要看見他 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 地上的萬俗 都要因他愛哭 謝華是真實的阿門 主神說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家 是色在今在 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 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 國道忍內裡一同有份 為神的道 定為給耶穌作的見證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當主日 我被聖靈感動 聽見在我後面 有大聲音 如吹號說 你所看見的 當寫在書上 達宇以忽所 寺美娜 越加摩 推瓦推拉 撒迪 飛拉鐵飛 露底家 那七個教會 救主的榮威 我轉過身來 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 既轉過來 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燈臺中間 有一位好象人子 身穿長衣 直垂到腳 空間束著金大 他的頭如髮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炎 腳 好象在牢中 鍛鍊光明的銅 聲音 如同種水的聲音 他右手拿著七聲 從他口中出來 一把兩人的利劍 連茅如同烈日放光 主拿著死亡和陰間的藥士 我一看見 就附到在他腳前 像死了一樣 他用右手按著我說 不要懼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後的 又是那全活的 我曾死過 現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遠遠 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藥士 所以 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 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論到你所看見 在我右手中的七聲 過七個金燈台的奧秘 那七聲就是七個教會的事者 七燈台就是七個教會 第二章 記信吸以忽鎖 你要寫信 吸以忽鎖 教會的事者 說 那右手拿著七聲 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 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牢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 你也曾試驗 那自稱為仕途 卻不是仕途的 看出他們是假的來 你也能忍耐 曾為我的命勞苦 並不罰倦 雕鳥起初的愛心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責備你 就算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所以應當回想 你是從那裡聚落的 並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臨到你那裡 把你的登台從原處落去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算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 這也是我所恨惡的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說 凡有義的就應當停 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 生命樹的果子賜給哈欠 寄信給仕美娜 寄信給仕美娜 教會的事者說 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說 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 你卻是附足的 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偽旁話 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 乃是撒旦一回的人 至死忠心必得生命冠冕 你將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 叫你們被試煉 你們必受患難十日 你無要致死忠心 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說 凡有義的就應當停 得勝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寄信給別家摩 你要寫信給別家摩教會的使者 說 那有兩人離劍的說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作為之處 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 在你們中間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殺之事 你還堅守我的命 沒有棄絕我的道 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 因為在你那裡 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 謝巴蘭曾教導巴勒 將半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們吃製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你那裡也有人照樣 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 當悔改 所以你當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臨到你那裡 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義的就應當聽 得勝的 我必將那隱藏的馬那 賜給他 並賜他一塊白石 石上寫著生命 除了那領袖的意外 沒有人能認識 沒有人能認識 於雅推拉教會的事者 說 那眼目如火焰 腳像光明瞳的神之子 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外心、信心、勤勞、忍耐 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責備你 就算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 耶洗別 教導我的仆人 引誘他們行奸淫 吃製偶像之物 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 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恨 漢那我要叫他併惡在床 那些與他行淫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們同受大患難 我又要殺死他的黨內 叫眾教會知道 我是那賊漢人肺腑心腸的 定要照你們的行為 報應你們各人 當持守等到主來 自於你們推瓦推拉其餘的人 就是一切不從那教訓 不曉得他們素上所說 撒旦深奧之理的人 我告訴你們 我不將別的淡子放在你們身上 但你們已經有的 總要持守值等到我來 那德性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持給他權並制服列國 他必用鐵杖核管他們 將他們如同搖護的瓦氣打得粉碎 將我從我父領袖的權並一樣 我又要把神聖慈喊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異的就應當聽 第三章 記信吸殺敵 你要寫信吸殺敵教會的使者 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 說我知道你的行為 按明你是活的 其實是死的 你要警醒 堅固那盛下將要衰微的 跟我見你的行為 在我神年前 沒有一樣是完全的 當回想所聽見所領受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 怎樣慶見的 又要遵守 並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臨到你那裡 如同賊一樣 我幾時臨到 你也決不能知道 然而 在殺敵 你還有幾名 是未曾污謂自己衣服的 他們要穿白衣 與我同行 因為他們自配得過的 扮得勝的 必這樣穿白衣 我也必不從生命賊上 逃沒他的命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眾事者面前 認他的命 聖靈向眾教會 所說的話 凡有異的 就應當停 寄信給菲拉鐵菲 寄信給菲拉鐵菲 教會的使者 說 那聖結 真實 拿著大衛的藥士 開了 就沒有人能關 關了 就沒有人能開的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略有一點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沒有棄絕我的命 但我在你面前 給你一個闖開的門 是無人能關的 那撒旦一回的 自稱是猶太人 其實不是猶太人 乃是說謊話的 我要使他們 來在你腳前下拜 也使他們 知道我 是已經愛你了 要遲守 免得失去冠冕 你既遵守我忍來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 免去你的試煉 我必快來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得勝的 我要叫他 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哈 哈 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 我 又要將我神的命 和我神成的命 這成 就是從天上 從我神 那裡降下來的 新耶路撒冷 並我的生命 都寫在他上面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疑的 就應當聽 寄信給老底家 寄信給老底家 教會的使者 說 那為阿門的 為誠信真實見證的 在神創造萬物之上 為元首的 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也不冷也不熱 我巴不得 你或冷或熱 你既如溫水 也不冷也不熱 所以 我必從我口中 把你套出去 當買火煉金子 你說 我是腐竹 已經發了才 一揚刀不決 卻不知道 你是那困苦 可憐 恨窮 核眼 赤身的 我勸你 向我買火煉的金子 叫你腐竹 又買白衣穿上 叫你 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眼藥 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見 凡我所疼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他 所以你要發熱心 也要悔改 看呀 我站在門外叩門 若有聽見我聲音 今就開門的 我要盡到他那裡去 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直 得性的 我要賜他 在我寶座上 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性 在我父的寶座上 與他同坐一般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異的 就應當停 第四章 約翰見天上有一個寶座 此後我觀看 見天上有門開了 我初次聽見 好像吹號的聲音 對我說 你想到這里來 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 指示你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 見有一個寶座 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 坐在寶座上 看那坐著的 寶像碧玉和紅寶石 又有紅圍著寶座 寶像綠寶石 寶座的周圍 又有二十四個座位 其上坐著 二十四位長老 身穿白衣 頭上戴著金冠面 有閃電 聲音 雷轟 從寶座中發出 又有七盞火燈 在寶座前點著 這七燈 就是神的七靈 寶座前 抱像一個玻璃海 如同水晶 寶座中 和寶座周圍 有四個活物 前後片體 都滿了眼睛 第一個活物 像獅子 第二個 像牛毒 第三個 念面像人 第四個 像飛鷹 四活物 各有六個翅膀 片體內外 都滿了眼睛 哈門早夜 不住的雪 盛哉盛哉盛哉 主神 知識在 金在 以後 永在 的全能者 敬拜和眾贊 敬拜和眾贊 感謝歸給那 坐在 寶座上 活到 永永遠遠 這 的時候 那 二十四位 長老 就 苦福 在 座寶座的 面前 敬拜 那 活到 永遠遠的 又把 他們的 官面 放在 寶座前 說 我們的 主 我們的 神 你是佩得 榮耀 尊貴 權 並的 因為你 創造了 萬物 並且 萬物 是因你的 旨意 被創造 而 有的 第五章 七印封嚴的 書卷 我看見 座寶座的 右手中 有 書卷 裏外 都寫著字 用 七印封嚴了 我又看見 一位大力的 天使 大聲 宣傳說 有誰 配展開 那書卷 鐵開 那七印尼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沒有能 展開 能觀看 那書卷的 因為 沒有 配展開 配觀看 那書卷的 我就大哭 長老中 有一位 對我說 不搖 哭 看那 由大支派中的獅子 大衛的根 他以得勝 能以展開 那書卷 揭開 那七印 唯有高揚 配開 我又看見寶座 與四活物 並長老之中 有高揚 暫立 將是被殺過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明 奉猜遣 往普天下去的 借高揚前來 從座寶座的右手裡 拿了書卷 他既拿了 書卷 四活物 和二十四位長老 就虎伏 在高揚面前 各拿著琴 和盛滿了香的金爐 這香 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他們唱新歌 說 你配拿書卷 配揭開七印 因為你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 從各族各方 各民各國中 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 作祭司 歸於神 在地上執掌王拳 稱讚神禍高揚 我又看見 寶座與活物 並長老的周圍 有許多天使的聲音 他們的數目 有千千萬萬 大聲說 曾被殺的高揚 是配得權定 功夫 智慧 能力 尊貴 榮耀 眾讚的 我又聽見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滄海裡 和天地間 一切 所有備造之物 都說 但願眾讚 尊貴 榮耀 權勢 寶貴 寶座 寶座的 和高揚 直到 永永圓圓 四活物 就說 阿門 眾長老 也苦福 敬拜 第六章 開第一人 我看見高揚 鐵開七人中 第一人的時候 就聽見四活物中 的一個活物 聲音如雷 說 你來 我就觀看 見有一匹白馬 騎在馬上的 拿著宮 定有觀念 慈給他 他便出來 勝了 又要勝 開第二人 開第二人 揭開第二人的時候 我聽見第二個活物 說 你來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 似紅的 有權定 吸了 那騎馬的 可以從地上 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殺 又有一把大刀 似合客 開第三人 開第三人 揭開第三人的時候 我聽見第三個活物 說 你來 我就觀看 見有一匹黑馬 騎在馬上的 手裡拿著天平 我聽見 在四活物中 似乎有聲音 說 一千銀子 買一聲麥子 一千銀子 買三聲大麥 又和走 不可遭探 开第四印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末文 说,你来,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明智叫作死 阴苦也随着他 有权柄刺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 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开第五印 开第五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 并为作见证 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欺负我们身流血的冤 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刺给他们各人 又有话对他们说 环要安息片时 等着一同作牧人的 给他们的弟兄 也像他们被杀 满足了数目 开第六印 结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一头电黑 像毛布 满月变红 像血 天上的星神 聚落于地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遥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献就来而 好将书卷 被卷起来 山岭 海岛都被来而离开本位 躲避高阳的愤怒 地上的军王 神宰 将军 呼呼 藏士 和一切围牢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 和岩石月里 向山和岩石雪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 助寶助者的面目 和高阳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爱 我家 和岩石月里 童 祝你 和岩石月里 地上 祝你 和岩石月里 此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執掌地上四方的風,叫風不吹在地上,海上或樹上。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拿著永生神的人,他就向那得著拳兵,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聲喊著雪,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可傷害,等我們印了我們神。 中博人的額,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仇印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猶大支派中仇印的,有一萬二千,流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家德支派中,有一萬二千, 阿鐵支派中,有一萬二千,拿佛他利支派中,有一萬二千,馬拉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西緬支派中,有一萬二千,利美支派中,有一萬二千, 以色列人之派中,有四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之派中,有一萬二千,將失之派中,有一萬二千, 腳失之派中,有一萬二千,便雅酾茨之派中,受人的,有一萬二千。 无数的人暂于宝座前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自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暂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中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旧恩归于座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 并四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 面伏于地 敬拜神 说 阿门 阿门 众赞荣耀 智慧感谢 神必拆去一切人的眼泪 掌路中 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我主 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 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正了 所以 他们在神 宝座前 晝夜 在他殿中 侍奉他 坐宝座的 要用帐膜 宝座他们 他们不在饥 不在渴 日头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 也必拆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第八章 开第七印 高阳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直静 若有疑客 我看见 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之号 持及哈门 天使献上香炉 和圣徒的祈祷 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 来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刺及哈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 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 天使拿着香炉 盛满了 盘上的火 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 除有雷轰 大声 闪闪闪电 地震 拿着七之号 的七位天使 就预备要吹 第一天使吹号 第一位天使吹号 就有博子月火 蚕着血 雕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清草 也被烧了 第二天使吹号 第二位天使吹号 就有仿佛火 燒着的大山 鸣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 变成血 海中的活物 死了三分之一 船脊 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天使吹号 第三位天使吹号 就有烧着的大声 寶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众水的全员上 这声名叫恩尘 众水的三分之一 变为恩尘 恩水变苦 就死了许多人 第四天使吹号 第四位天使吹号 日后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神的三分之一 都被击打 以至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黑暗了 白昼的三分之一 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 并听见他大声说 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门 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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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第五天使吹号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 从天落到地上 有毛底坑的药士 持及他 他开了毛底坑 便有烟从坑里往上露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后和天空 都因这烟分暗了 蝗虫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 飞到地上 有能力刺激他们 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 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和各样清密 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额上 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借痛苦就像蝎子 息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缺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备他们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带的 好像金冠面 念面好像男人的念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空前有甲 好像蝎甲 他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 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独钩 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使者 作他们的王 按着希伯来话 名叫阿巴顿 希利尼话 名叫阿波伦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第六天是吹号 第六位天是吹号 我就听见有声音 从神面前 金坛的四角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是 说法拉肯榜在白拉大河的四个使者 释放了 杀害人的三分之一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 他们原事预备好了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君有二万万 哈门的数目 我听见了 我在异象中 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 空前有甲鱼火 与子马老定流黄 马的头好像狮子头 有火有烟有流黄 从马的口中出来 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 并流黄 借三阳灾 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借马的能力 是在口里和尾巴上 因借尾巴脹蛇 并且有头容易害人 其余未曾被借些灾 所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 自己手所作的 还是去拜鬼魔 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金、银、铜、木、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 哈门 那些 凶杀、斜述、奸淫 后舍、敌士 第十章 天使拿着小卷 我又看见 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 脸面像日头 两脚像火柱 哈手里拿着小书卷 是展开的 哈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 好像狮子敲叫 呼喊完了 就有七雷发声 七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从天上 有声音说 七雷所说的 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我所看见的 那踏海踏地的天使 向天举起右手来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 地和地上之物 海和海中之物 直活到永永远远的 起誓说 不再有时日了 但在第七位天使 吹号发声的时候 神的奥秘 就成全了 正如神所传给他伯人 众先知的戒音 若翰吃小卷 我先前从天上 所听见的那声音 又吩咐我说 你去把那踏海踏地 自天使手中 展开的小书卷 取过来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 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他对我说 你拿着吃尽了 便叫你兔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 要甜如蜜 我从天使手中 把小书卷摘过来 吃尽了 在我口中 果然甜如蜜 吃了以后 兔子觉得发苦了 天使对我说 你必指着多闻多国 多方多王 再说如言 第十一章 星成遭遇浅答 有一根胃子刺及我 当作量度的象 且有话说 起来 将神的殿 和祭坛 定在殿中礼拜的人 都量一量 只是 殿外的丸子 要留下不用粮 因为 这是吸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浅踏圣城 四十二个月 我要 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无衣 传到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两伙 橄榄树 两个登台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消灭囚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借二人有权兵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 叫天避塞不下雨 又有权兵 叫水变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 用各样的灾阳攻击世界 他们作园 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 上来的兽 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性 把他们杀了 尸首都倒在街道上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安着灵意 叫所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 钉十字架之处 从各民各族 各方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住在地上的人 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愧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 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过三天半 伏生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气 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 甚是害怕 两位先知 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驾着云 上了天 他们的囚敌 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 地大震动 成就倒塌了 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 有七千人 其余的 都恐惧 归荣耀 及天上的神 第二样灾祸过去 第三样灾祸 快到了 第七天是吹号 第七位天是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 说世上的国 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 位上的 二十四位长老 就面伏于地 敬拜神 说 色在 今在的主 神 全能者 我们感谢你 因你 执掌大权 作王了 外邦 发怒 你的愤怒 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 的时候 也到了 你的仆人 众先知 和众圣徒 犯敬畏 理名的人 年大 大小 得 赏赐 的时候 也到了 你败坏 那些败坏 世界 之人 的时候 也就 到了 当时 神 天上的电 开了 在他电中 现出他的 药柜 随后 有闪电 声音 雷轟 地震 大拨 借 10号 李行 第十二章 懷孕的婦人 天上宴出大義將來 有一個婦人 身披日頭 腳踏月亮 頭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懷了人 在生產的艱難中 疼痛呼叫 大紅龍要吞腐人的孩子 天上又宴出異將來 有一條大紅龍 七頭十角 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 她的尾巴 拖拉著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 率在地上 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 等她生產之後 要吞吃她的孩子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是將來要用鐵杖核管漫國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助那裡去了 婦人就逃到曠野 在那裡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 指她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天上有爭戰 龍就被衰於地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 米加勒 和她的侍者 與龍爭戰 龍也和她的侍者去爭戰 並沒有得勝 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 大龍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她被衰在地上 她的侍者也一同被衰下去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 我神的救恩 能力 國度 並他基督的權兵 現在都來到了 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們弟兄的 已經被衰下去了 弟兄勝過他 是因群羊的血 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他們雖自於死 也不愛惜成名 所以 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們都快樂吧 只是地與海又和了 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 就氣憤憤憤的下道 你們那裡去了 苦仰 苦仰 苦仁一載 二載 半載 龍 見自己被衰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 於是有大嬰的兩個翅膀 刺給婦人 叫他能飛到曠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他在那裡被養活 一載 二載 半載 蛇就在婦人身後 從口中吐出水來 像河一樣 要將婦人衝去 地卻幫助婦人 開口吞了 從龍口吐出來的水 龍 向婦人發怒 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 這兒女就是那首神戒命 為耶穌作見證的 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 第十三章 一獸從海中上來 一獸從海中上來 第十三章 一獸從海中上來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 有十角七頭 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官面 七頭上有蝕毒的名號 我所看見的獸 形狀像炮 腳像紅的腳 口像獅子的口 那龍將自己的能力 助衛和大權兵都給了他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 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 那死傷卻醫好了 全地的人都欺其跟從那獸 又拜那龍 因為他將自己的權兵給了獸 也拜獸說 誰能給這獸 誰能與他交戰呢 又賜給他 說誇大蝕毒華的口 又有權兵賜給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獸就開口向神說誇讀的話 誇讀神的名 並他的帳幕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任憑獸與聖徒爭戰 由任憑他與聖徒爭戰 並且得勝 也把權兵賜給他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凡住在地上 明治從創世以來 沒有記載被殺之羔羊 生命賊償的人都要敗他 凡有義的就應當停 努略人的必被努略 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 聖徒的忍耐和信心 就事在此 一獸從地中上來 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 有兩國如同楊高 說話好象龍 他在頭一個獸面前 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兵 並且 並且 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傷 醫好的頭一個獸 又行大其事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從天降在地上 他因賜給他權定 在獸面前能行其事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說 要給那受刀傷還活著的獸 作個獸 又有權定 持給他 叫獸獸有生氣 並且能說話 又叫所有 不敗獸獸的人 都被殺害 九獸印記 他又叫眾人 無論大小行活 自主的 遺牢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額上 受一個印記 除了那受印記 有了獸名 或有獸名數目的 都不得作賣賣 在這裏有智慧 凡有聰明的 可以算計獸的數目 因為這是人的數目 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你的謀況 第十四篇 唱天上的新歌 我又觀看 見羔羊站在石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 寫在額上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 像種水的聲音 和帶雷的聲音 並且我所聽見的 好像彈琴的 所彈的琴聲 他們在寶座前 並在四活物 和種長老前唱歌 彷彿是新歌 除了從地上買來的 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 沒有人能學謝歌 謝謝人 未曾沾染婦女 他們懸是同身 羔羊無論往哪裏去 他們都跟隨他 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 作初熟的果子 歸於神和羔羊 在他們口中 察不出謊言來 他們是沒有下次的 天使全福音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 非在空中 有永遠的福音 要全級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國各族 各方各民 他大聲說 應當敬畏神 將榮堯跪給他 因他施行審判的時後 已經到了 應當敬拜 那創造天地 海和種水全員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 接著說 叫萬民 喝邪淫大怒之酒 的巴比倫 大城 傾倒了 傾倒了 又有第三位天使 接著他們 大聲說 若有人拜修和修像 在額上 或在手上 授了人記 借人也必喝 神大怒的酒 此酒 甘在神 憤怒的背中 順一不擇 他要在聖天使 和羔羊面前 在火 與流氓之中 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煙 往上無 直到永永 圓圓 那些拜修 和修像 讓受他命之印記的 就夜不得安寧 聖徒的忍耐 就在此 他們是守神 誡命 和耶穌真道的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 你要寫下 從今以後 在主裏面 而死的人 有福了 聖靈說 是的 他們 識了自己的 勞苦 作弓的果效 也隨著 他們 有福了 我 又觀看 見有一片白雲 雲上坐著一位 保障人子 頭上戴著金官面 手裡拿著快簾刀 又有一位天使 從殿中出來 向那座在雲上的大聲 哭著雪 伸出你的簾刀來收割 因爲收割的時侯 已經到了 地上的莊架 已經熟透了 那座在雲上的 就把簾刀 櫻在地上 地上的莊架 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位天使 從天上的殿中出來 他也拿著快簾刀 又有一位天使 從祭壇中出來 自有權并 滿火的 向拿著快簾刀的大聲 哭著雪 伸出快簾刀來 收取地上 葡萄樹的果子 因爲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 就把簾刀 櫻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憤怒 的大酒詐中 那酒詐 喘在城外 就有血 從酒詐裡流出來 高到馬的雀環 遠有六百里 第十五章 我又看見在天上有儀仗 大儀且奇 就是七位天使 掌管沒了的七災 因爲神的大路 在這七災中發盡了 唱摩西和高揚的歌 我看見 彷彿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蟬集 又看見那些聖了壽和壽的像 並他名字數目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著神的琴 唱神福人 摩西的歌 和高揚的歌 說 主 神 全能者 祢的作為大災 奇災 萬世之王 祢的道徒 義災 成災 主 誰敢不敬為祢 不將名謠 歸於祢的名 因爲獨有祢 是盛的 萬民 都要來在祢面前敬拜 因祢公義的作為 已經顯出來了 此後 我看見在天上 那全發貴的殿開了 那掌管七災的七位天使 從殿中出來 穿著結白光明的世麻衣 空間束著金大 四活物中 有一個把聖滿了 活到永永遠遠之神 大路的七個金碗 吸了那七位天使 因神的榮耀和能力 殿中充滿了煙 於是沒有人能以進電 直等到那七位天使 所降的七災 願不了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來 向那七位天使說 你們去把聖神大路的七碗 倒在地上 天使把聖神寫滿了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惡,而且毒的倉,生在那些有受印記,拜壽像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裡,海就變成血,保障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與種水的泉源裡,水就變成血了。 我聽見掌管種水的天使,說,色在今在的聖者,你這樣判斷是公義的。 他們曾留聖徒與先知的血,現在你給他們血渴,這是他們所該受的。 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斷已在成在。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頭上,叫日頭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熱所敲,就洩毒那有權掌管謝謝災的神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壽的座位上。 受的國就黑暗了,受的國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倉,就洩毒天上的神,並不悔改所行的。 倒在白拉大河上。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白拉大河上。 把碗倒在白拉大河上。 雖然不悔改,你也不悔改,有聲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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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中出來,他們本是鬼魔的靈,私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下眾王那裡,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 看那,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練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 那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希伯來話叫做哈米吉多頓。 賭在空中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聖廟。 既有閃電,聖音,雷轟,大地震。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城自己列路的酒杯遞給他。 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 又有大佛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一個藥寵一他年得。 為著霍子的災極大,人就洩獨身。 。 第十七章 大任府的刑罰 那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 你到這里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任府, 所要受的刑罰,只給你看。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 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珠紅色的壽上,那壽有七頭十角,片體有蝕毒的名號。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珠紅色的衣服,用金紙,寶石,珍珠為裝飾,手拿金杯,背中盛滿了可憎之物。 就是他淫亂的污衛,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 傲備哉,大花彼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武。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 我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 我看見他,就大大的稀奇。 解明女人和鎖騎之秀的奧秘。 解明女人和鎖騎之秀的奧秘。 天使對我說,你為什麽稀奇呢? 我要將這女人和鎖著他的那七頭十角獸的奧秘,報訴你。 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 將要從毛底坑裡上來,又要歸於沉淪,扮住在地上。 明智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策上的。 見先前有,如今,沒有。 以後再有的獸,就必稀奇。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就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 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到。 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 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並且歸於沉淪。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 他們還沒有得獲。 但他們一時之間,要和壽同德權並與王一樣。 他們同心合熱,將自己的能力權並吸拿受。 高揚得勝。 他們與高揚爭戰。 高揚必勝過他們。 因為高揚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同著高揚的,就是蒙照被損。 有忠心的,也必得勝。 天使又對我說。 你所看見那淫婦,助的眾水。 就是多聞,多人,多國,多方。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壽。 別恨這淫婦,使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將他燒盡。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國吸拿受。 直等到神的話,都應然了。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聖。 第十八章,巴比倫傾倒。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 有大權力的天使,從天降下。 地,就因他的名謠發光。 他大聲探著雪。 巴比倫大乘,傾倒了,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處。 和各樣污衛之靈的巢月。 並各樣污衛可憎之著了的巢月。 因為列國,都被他斜任大路的酒,傾倒了。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任。 地上的客商,因他奢華。 泰國,就發表彩。 先有榮耀,奢華。 後受悲哀痛苦。 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 我的文啊,你們要從那城出來, 便得與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災漾。 因他的罪惡偷天。 他的不義。 神已經想起來了。 他怎樣待人。 也要怎樣待他。 按他所行的。 加倍的報應他。 用他調酒的杯。 加倍的調給他喝。 他怎樣榮耀自己。 怎樣奢華。 也當叫他照樣痛苦悲哀。 因他心裡說。 我坐了皇后的位。 並不是寡婦。 決不至於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內。 他的載漾要一齊來到。 就是死亡。 悲哀。 饑荒。 他又要被火燒盡了。 因爲審判他的主臣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 素來與他行淫。 一同奢華的。 按見燒他的煙。 就必為他哭入哀嚎。 因爬他的痛苦。 就遠遠的暫著雪。 外在外在。 花比倫大城。 顛固的城啊。 一時之間。 你的刑罰就來到了。 地上的客廂。 也都為他哭入悲哀。 因爲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料。 這貨物。 就是金。 銀。 寶石。 珍珠。 細麻布。 紫色料。 酬紫。 珠紅色料。 各樣香木。 各樣橡牙的器皿。 各樣極寶貴的木頭。 和銅。 鐵。 看白玉的器皿。 。 定玉桂。 豆蔻。 豆蔻。 香料。 香膏。 魚香。 酒。 油。 細麵。 墨子。 牛。 醬。 車。 馬。 和老福。 人口。 因大城受報應。 聖徒都歡喜。 金。 芭比倫, 您所探愛的果子, 離開了理。 您一切的真秀美。 話美的物件, 也從您中間毀滅, 決不能再見了。 贩卖这些货物,席着他发了财的客乡,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扶入悲哀,说,外在外在,这大城啊,素尝穿着细麻,紫色,珠红色的衣服, 又用金纸,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故后,就归于无有料,扶船与,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种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 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成能被借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杀在头上,扶入悲哀,喊着说,外在外在,借大城啊, 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真宝,承了腐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承了方长, 天啊,众圣徒,众士徒,众仙智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他起一块石头, 好象大磨石,兵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荣下去, 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 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 新浪和辛苦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述迷惑了, 善知和圣徒,正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第十九章 此后,我听见好象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任幸败坏世界的大淫苦, 并且向淫苦,保留伏仁缺的罪,恰他们伸冤, 又说,哈利路亚,烧淫苦的烟往上霧, 得到永永远远,打二十四位长老,主四活物, 就苦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门,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伏仁啊, 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保障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各王调。 父高阳分言的有福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高阳分娶的时候到了, 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世麻衣, 这世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意,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高阳之分言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自神真实的话, 我受苦福在他脚前要拜他, 他说,千万不可, 我和你, 并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 同事作福人的, 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 乃是为耶稣作见证。 有名写着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 轻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言,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 经为神之道, 在天上的纵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热,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别国, 他必用铁像, 核管他门, 并要传传能神, 别路的走诈,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请飞鸟来赴大宴席, 请飞鸟来赴大宴席, 向天空所飞的了, 大声探着说, 你们最责, 在乎神的大言直, 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欲, 专事与马, 过骑马者的欲, 定一切自主的, 遗牢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欲, 所看见那兽, 个地上的军王, 定他们的众军, 都罪责, 要与骑白马的, 定他的军兵争战, 那兽被擒纳, 那在兽面前, 曾行其事, 迷惑受兽印记, 过败兽仗之人的假仙之, 假与兽同被擒纳, 他们两个, 就活活的, 被荣在, 烧着硫黄的火狐蕾, 其余的, 被骑白马者口中, 出来的剑杀了, 被了, 都吃饱了他们的欲。 第二十章, 撒旦被捆绑一千年,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毛底坑的药士, 割一条大链纸, 他捉住那龙, 就是蛊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冰在毛底坑里, 将毛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年了, 以后, 必须暂时释放他。 未受受印记的, 同基督作王一千年,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座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并刺激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吸耶稣作鉴定, 定为神之道, 避斩者的灵魂, 和那没有拜过受与受像,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即等那一千年年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 有复了, 圣结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并, 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撒旦被释放 打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女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灭窝, 就是哥格和马国, 要他们聚集争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 遍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刑, 与蒙外的城, 就有火从天降下, 消灭了他们, 打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荣在流黄的火狐狸, 就是兽和假仙之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早夜就痛苦, 直到永永圆圆, 末日的审刑,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主座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 天地到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剪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剪开, 就是生命策, 死了的人, 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 受审判, 于是, 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 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 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 也被冰在火狐里, 这火狐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明智, 没记在生命策上, 他就被冰在火狐里, 第二十一章, 新天新地,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 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 新耶路撒冷, 由神打雷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身苦装饰整臣, 等候丈夫, 不再有死,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 说, 看那, 神的障膜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他的指纹,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神要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福号腾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作宝座的雪, 看那,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今次才说是可顺的, 是真实的, 主必将生命全员的水, 白白刺吸口渴的人渴, 得盛的必承受这些遗孽, 所以要将生命全员的水, 白白刺吸那口渴的人渴, 得盛的必承受这些遗孽, 我要作他的神, 他要作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述的, 拜偶像的, 过一切雪光华的, 他们的份就在烧着柳黄的火狐狸, 这是第二次的死, 圣城的荣耀, 大着七个金门, 城门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事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身苦, 就是高阳的妻, 指吸美汉,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 那女, 从天移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 以示我, 城中, 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普障的肉, 铭鱼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事, 门上有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仕途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 拿着今位子当赤, 要梁那城, 过城门城墙, 城是四方的, 城门一样, 天事用位子梁那城, 共有四千里, 城门高都是一样, 又梁了城墙, 看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事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爪, 城是碧玉造的, 城是精金的, 住同明静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南宝石, 第三是鹿马鲁, 第四是鹿马鲁, 第五是鹿马鲁, 第六是鹿马鲁, 第七是鹿马鲁,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鹿马鲁,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鹿马鲁, 第十二是鹿马鲁, 神和羔羊为城的箭, 十二个门是十二果珍珠, 每门是一果珍珠, 城内的佳道是精金, 保障名头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 真主神全能者, 和羔羊为城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真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成唤白宗总不关费, 在那里愿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的, 并那行可憎, 与虚方之事的, 总不得尽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策上的, 才得尽去。 第2章 第2章 生命水和生命船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何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伊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就作, 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在有刻意 不在有刻意,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照光照他们, 他们要作望, 直到永永远远。 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 猜遣他的事者,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福人。 按那, 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这些事, 是我若看所听见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古福要拜他, 他对我说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 众先知, 并那些守借书上言语的人, 同事作福人的, 你要敬拜神。 想佛在主, 主必报应。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近了, 不疑的, 叫他认咎不疑, 呼唯的, 叫他认咎呼唯, 唯义的, 叫他认咎唯义, 圣派的, 叫他认咎唯义。 看那, 我必快来, 想佛在我, 要照各人所行的, 报应他,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梅家,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那些洗剩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可得权并, 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重玩进城,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述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定一切喜好, 说芳言, 天造, 推荒的, 我耶稣猜显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 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为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神圣, 圣灵和辛苦都说来, 庭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百百取生命的水汗, 竟戒增减这书上的预言,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获,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山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树, 和生成, 山去他的分, 证明这事的说, 事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尚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